2024年一开年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游几场战争还没有停止 而且有可能还会有新的爆发式的增长 那么 沃克兰被侵略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到了二月份下个月就两年了 那么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反击 现在已经打到了南加萨 就北加萨已经被征服了 现在是面对南加萨的问题 更多的国际社会的表态是希望 仅限于加萨 因为很容易能看得出来 他下一步要打的可能是黎巴嫩的政治党控制区 在缅甸内战一直在发生 这两天有报道 缅甸与中国接壤的这些特区 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在非洲 实际上很多国家都在发生战争 甚至有一些涉及到种族屠杀 因为宗教的原因 但是没有获得大家的关注 大家比较关注的是野门 是吧 野门有一个胡塞武装 野门的内战一直在打 南野门北野门之间的 这个 因为原来有南北野门之分 现在事实上战争并没有停止 南野门发现了石油以后 因为利益牵扯而引发的战争 又重新开始了 胡塞武装现在最引人注目的是 他威胁到了红海的航运 美国联合了 我们已知的很多 涉及到红海航线的这些国家 发出了呼吁 希望 胡塞武装能够克制 有些人把它理解为 叫海湾战争之前的那种警告 是不是最终会形成这种局势 很难说 从经济的角度上来说 完全有可能 因为它涉及到的这个航运安全 威胁确实很大 那么这两天的热点实际上是 三胖这边的 三胖对缓冲区 打了200多发炮弹 韩国的反击是非常脆弱的 用演习弹 显示了一下他们的决心 所以下一场战争到底爆发在哪 很难说 在红海 在朝鲜半岛 还是在台湾 2024年爆发战争 就是新的战争 这种概率其实是在增加的 人们一直在试图认为 这个世界即将走向好转 但事实上 对2024经济的预测 相对还是比较低的 可以说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 从去年到今年 始终笼罩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期待 尤其是西方 更没有人期待 一场新的战争会爆发 因为这将 严重的打击 正在复苏的世界经济 涉及到红海的 涉及到台海的 其实也就是 因为台海而导致的东海 南海危机 影响到整个世界供应链的周转 红海只是涉及到 人员出口的问题 朝鲜半岛作为一个焦点 已经持续几十年了 每隔两年就会冒个头 它始终想告诉这个世界 它还在呢 原先我们只关注到 俄罗斯向它进口了一些武器 听起来很可笑是吧 实际上俄罗斯最需要的是 来自中国的武器储备 但是目前这个情况 它很难获得 一来它原先不屑于 中国产的仿造的 俄式装备 我觉得它看不上 二来目前 西方还得跟西方保持一个 勉强的和平 哪怕是虚假的 它不能大规模的提供 免得让自己站在更被动的位置上 它自己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 如果它要被国际制裁 它宁愿是台湾 而不是因为给俄罗斯援助 是吧 积末方面的扩大 能源方面的扩大 跟武器装备方面的出口 是两个概念 所以俄罗斯退而求其次 向伊朗 向朝鲜寻求 外部的武器输入 甚至是回购 原来俄罗斯出口给他们的商品 这些战争装备 填补了 俄军目前的战场需要 但是在朝鲜直接爆发战争 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见的 因为这是一个很讨厌的地方 可以说是穷 而且是长期的穷 导致他们一直在使用精神生理法 按照他们的说法叫主体精神 他们是围绕着白头山血脉 延续的这么一个信仰 所以我一直觉得 它只是吸引眼球 并不一定会成为下一个热点 但是如果 鞋胖要是动手了 它这儿再打起来 也算是吸引火力的一个方向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 整个世界其实已经陷入局部战争 频发的状态 接下来会不会大打一场 很难说 从目前的情况上来看 像胡塞这样的 突然崛起 抓紧大家的眼球 这是非常罕见的 因为他之前 没有这样尝试过 在这之前 哈马斯10月7号的举动 也是超出人们想象的 所以三胖冒个头 就不让人感觉到那么意外了 直到今天 还有很多人认为台海问题 会牵沿到2027年以后才会爆发 其实就是大家太理智了 才导致今天爆发出这么多战争 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惊醒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